今天呢 我就來請教一下我們的音響廠商光證 當時在幫你設計這個軟木片的時候 為什麼不需要把軟木片全部把它塞滿 因為我們貼這個軟木片呢 最主要是用它表面的規則打散掉這個巨大的平面 讓它的聲音反射不會過於集中 這些軟木片呢有貼滿跟沒貼滿 它們有個別的功效 那以現在這一個環境裡面來講的話 貼成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已經是相對足夠達到我們主要做散射的一個目的 我們在這次建設這套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男屋主他會喜歡看電影以及玩電玩 所以我們幫他建置了一套 最新的Atmos將近劇院系統 他有新穎的天空聲道部分 屋主在看電影的時候 會有比傳統家庭劇院更勝利其境的感受 女屋主的部分呢 他比較喜歡聽音樂 所以我們這裡建置了一套Lumi的數位串流播放器 那數位串流播放器呢是比較新的播放方式 他可以方便的串流很多網路上面的音樂平台 甚至是自己的音樂檔案收藏 他都可以輕鬆的點選方便的去播放 我們還在這邊建置了一個傳統的黑膠唱盤的部分 黑膠的聲音到現在目前還是公認的比數位音樂來的漂亮 所以很多的樂迷還是會保留大量的黑膠唱片 在他們時間比較充裕的時候 用黑膠唱片當成一個播放聆聽的一個美景 那投影機的部分 通常越高階的投影機 流明度會越低 光線對他造成的影響會越大 我們就會必須要去做全遮光的窗簾 讓他進入到幾乎無光源 或像電影院一樣幾乎全黑的狀況 讓他投影機的色度跟彩度會非常的明顯 很多人都會想說音響只要擺上去就可以聽了 其實整個環境空間會對聲音造成的影響 可能高達40%以上 所以我們會很希望在一開始空間的設計 甚至線路的安排 我們都會在初期就跟設計師討論完 如果你是建設一個家庭劇院的客戶的話 我們甚至會在裝潢的過程中 我們就先把該預埋的線路都先預埋在裝潢裡面 這樣才不會造成說未來視覺上面的一些 感染 那這部分就會有很多的細節跟需要設計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跟設計師所連結的地方 我們要設計一個視頻空間 我們要所掌握的大概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你的空間 你的空間有多大 以後裡面有沒有什麼會干擾聲音的部分 我們要在前期去做修正 第二個是你的定位跟需求 你要的是看電影 打電話玩 聽音樂甚至上卡拉OK 這些部分你必須要先抓著你自己的主要使用的需求 那我們才去為這個需求做兩聲打造 那第三個是所謂的預算 預算的部分也會牽扯到你使用的音響的等級 它的大小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掌握這三個需求 你大概就可以打造出你自己想要的設定空間 所以我想加上炭煎帳 我們要把它切成的 我們要稍微去看看 我們現在又可以打造出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